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就是介绍我们的温室度感测器模组 然后等等呢,会教大家怎么在一个网页上 那个是有一个政府开放的open source的网页 它是检测空污指数的 它是全球全世界的观测站的一个统合 那我们等下会教大家怎么使用简易的爬虫 然后去把那个空污指数的资料抓下来 然后结合上我们这个温室度感测器模组会传的资料 然后将它发送到我们的手机里面 那等下一样会再接上这个风扇 那最后出来的成品会是我们的手机会不定时的 定时收到回传的感测器 温室度感测器的资料跟当前空污指数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远端呢去控制我们这个风扇开启 达到一个就比较简单的智慧家居的目的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接这个温室度感测器模组的线 那像我这边,我这边其实已经接上了 就是拿了,因为这个比较难接所以我自己先接了 拿了橘红卡这三色线 然后去接上这里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橘色线要接在VCC上 橘色线要接在最右边的VCC上 然后红色线要接在DATA上面 然后中色线要接在GND上面 那现在就是看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就大概是这样子对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温室度感测器接好之后啊 我们要把它接到就是另外的我们的D1 mini跟面包板上面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接线了 我们的红线就是中间的这条接在DATA上面的线啊 它是要接到我们的D1 mini上面的 这个会比较难接,因为前面已经有接过其他线 所以接这边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大家就是要稍微离一下线 那我们的红线要接在D7的角位上 如果大家前面的就是线都还有留着的话 那其实就是它是接在我们的直线旁边的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像这样,接在直线的旁边 那接下来还有橘线跟中线吧 那我们的局线要接在正级的第四格 中线要接在负级的第四格 那我们就稍微一样 绕一下这个线,这样把它绕过来 然后,这边是中线 OK,那接上之后我们的温宿度感测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接我们的风扇 风扇的话我们要先拿一个电阻出来 那这个电阻 那跟前面的一样我们要先把它就是各剪掉一半 我这边拿的是虎口钱 那大家也可以拿鞋口钱拿剪刀或者是其他工具 铁丝还是有一点小尖的 那大家剪的时候就是尽量用手扶一下 我不要让它乱飞,可能会去踩到这样 那我们就是剪完之后啊 把它凹成一个摸字形 凹成摸字形之后呢 我们插在17F跟17D上面 那接这边的时候就是可能线比较多比较难接啊 大家也可以先把就是前面接的线拔掉 那只要记得就是它是接到哪里的就好了 那接下来要拿出一条工队母的线 像这样子拿一条出来 然后再拿出一个排针 就一样让它变成工对工 就一样让它变成工对工 像这样子 那把它接上去 然后呢这个母端我们把它插在就是这一边 先上牌的D3 就是綠色線的旁邊 插一個D3 然後呢另外一邊就接了牌子的那邊 我們要把它插在17B OK那接下來要拿出我們前面有一個電晶體 電晶體長這樣子 那我們這三個角呢要把它插在 17H 16H跟15H 就是插成一排直的這樣子 像這樣子 走好位置之後 慢慢的把它插下去 像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接的是 就是散熱風扇上面的這個杜鋼線 然後紅線要把它接在正極的第14格 然後黑線接在我們的16J 像這樣子 OK 我們的電晶體跟腹疾之間是需要連接的 那一樣再撕下一條就是杜邦線 然後另外一邊一樣要接上一個排針 那接了母頭的排針我們把它插在15J上 15J就是剛才接風扇的上面一個 那我們的另外一邊公端要接在腹疾的第14格 那我們的另外一邊公端要接在腹疾的第14格 就是剛才紅線的旁邊 好先這樣子 那這樣子差不多就好了 現在我們的線已經長得有點複雜了 但是就是其實 大家只要稍微理解一下每條線在幹嘛應該就還好了 那如果就是 同學覺得自己會搞貨啦 其實可以像這樣子把連接的線上面貼一個標籤 就之後再回來看的時候會比較好 比較簡單 那剛才我使用到就是電競體這個電子元件啊 電競體的用途其實是用我們的小電流去控制到大電流 那在就是整個電子電路的應用中啊其實是很常看見的 它有三個接角分別是射擊、積極跟積極 那這三個是它是有分電位的 我們以輸出接角去接到電競體的集體 並且輸出到高電位的時候啊 集集跟射擊就會導通 那變能就是這樣子會達到以控制板去輸出的小電流 然後控制就是馬達跟電流之間 電源之間大電流的作用 那反正就是我們同學們如果比較常用的話 可能就會稍微去了解到這個比較強勁的用法 那目前就知道要怎麼用就好啦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稍微再用電腦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的程式要怎麼去進行 那就先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怎麼樣寫一支程式 去取得我們智慧小屋上面的溫濕度感測器的素質 然後再透過這個濕度去判斷 我現在可以自動開啟我們的散熱風扇 那一樣嘛前面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們一開始 就一定要先導入Machine這個套件 這次我們要再另外加入兩個 之前沒有用到的套件 那這邊後續會慢慢再提到 我們現在就先把它使用進來 然後一樣要使用到我們的 Tine 跟一個叫做DHT的套件 OK 那我們現在要先設定的是我們的風扇的角位 那就給它Fing 然後它的角位也是 我們在第二迷你上面接的是零角位 然後 然後 然後預設值是 1 這邊打錯字 預設值是1 也就是沒有開啟的意思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溫濕度的角位 我們這邊 引用的這個DHT11模組的數值 它是 就是我們的 溫濕度感測器的代稱叫做DHT11的模組 就是這邊打上DHT11 前面要大寫 這個Function是大寫 然後 一樣導入它的PIN 那這邊呢 我們智慧家具上的PIN角是 13 接著呢 我們就去寫一個 無窮迴圈 然後可以持續的去 判斷並且 取得我們的溫濕度感測器的數值 那這邊會用到一個 嗯 Function 它算是一個用法 叫做 TRY跟 IsIt 那對於沒有寫過程式的同學啊 這個部分可能會 稍微有一點點來理解 但是大家就 要用 向成 就是說我們TRY裡面就是我們要 執行的 東西 我們要執行的 條件跟一些 動作 那我們下面 會寫一個 Esset Esset Esset裡面呢 就是 當前面的TRY 出現錯誤 跳出Arrow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入到這個 Esset裡面 那我們先把TRY的補圈 TRY裡面呢 我們要去 我們前面設定的TEMP數值 然後去取得它的 溫濕度感測器 使用到這個Function 那我們可以去 那我們可以去 明明列上面 Print我們的 溫濕度的數值 這邊呢就是 取得 濕度 把溫度 然後接下來要取得的是 濕度 那這邊等一下就是 我們執行的時候會 在下面這個Shield這邊去Print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就是 要去判斷我們要 開啟它的風扇嘛 那這邊就 寫一個影符 影符呢我們的 濕度 數值 它可能 嗯 大於80 這時候呢我們就去 開啟這個 散熱風扇 那前面有 好像有說錯 這個風扇開啟的時候 它的 Value 會是 1 沒有開的時候就是 0 那我們下面就一樣寫 else 就是如果這個 濕度啊 它是小於 或等於80的時候 然後 我們的 Value 風扇的 這個 值呢 它就會是0 那一次在這邊我們就 寫一個 NoData 去告訴就是 我們自己 它現在是 這個程式現在沒有收到 我們要的數值 那 後面一樣寫一個 Sleep 那就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們現在去 已經有連結 D1M去做 直行的話 它就會像這樣子 跳出我們現在的 溫濕度 那因為就是 像現在的情況下 它 濕度是 不夠的 所以大家在測試的時候 可以自己嘗試去對著 那個 維持度感測器 吹氣 然後就會像現在畫面上的 數值是 就是會有 達標的 因為人呢 在吹氣的時候 是會 帶著水氣的 那 那 同理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 就是 智慧小屋上面的風扇 應該就會開始轉動 那 這邊就是我們的 遠端遙控的部分 那其實就像前面有使用到 Blank這個APP 去做控制啊 那大家其實 一樣在這邊也可以使用到 這個Blank去做 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在 遠端不在家的時候 就可以 查看到 欸 家裡現在的溫濕度情況 那我們就大概 再把它補充一下 這個程式 那 一樣嘛 前面寫過的 要先引入那個 Network的模組 好 還有 我們的 Blank的 Library 那 下面就是 一樣我們的 網路要先把它建構好 那 這個其實就是 前面大家都已經 操作過了 那我們這邊就是 稍微 複製一下 前面的 寫過的函式 那 就像前面說過 前面這邊就是我們先 建構我們的網路的模組 然後去激活它 然後寫你的 就是 兩台設備要連接的 WiFi網路跟密碼 放上去 放上去 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寫要 回傳的部分 那 其實 就是 要稍微改一下 這個WiO裡面的 數值 那 我們先稍微 切一下 那 我們的WiO處裡面呢 我們要放的是 branker.run 讓它去執行 那 像是 上面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 可能把 嗯 然後 把剛才剪下來的貼進來 那 像這樣子 其實 還不夠吧 我們要補上 就是 我們 就是 要回傳的資料 Write 就是 寫回我們的數值 然後 這裡面呢 就是 就是 你設定的 就是 腳位 那 它就會把 我們現在 收取到的這個 東西 去做一個 回傳的動作 那 就是 寫了這樣的東西 我目前只寫了 回傳溫度 那我們 就是 在最外層一樣 我們要 去 run這個方式 那 大概就是 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 給同學們 DEMO一下 就是 我們的 自動空調的部分 那 它等一下 就是 我們程式在跑的時候 會從溫濕度感測器這邊 去 收取我們現在的溫度跟濕度 回傳到 電腦跟 手機上面 那 這邊呢 這個風扇就會在我們設定的 條件之下 它 它就會 可能濕度大於定值的時候 才會開始轉動 那我們現在先run一下程式 然後 然後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的電腦會一直回傳我們的溫度跟濕度 過來 那 我這邊的設定是 它大於80的時候 它會開始跑 那 我們稍微試一下 就是用 吞品 應該是不能這樣子弄啦 就是從這邊自己在設定的時候 可以用 手機下去 那 可以稍微聽一下聲音 再教一下 就是現在的 風扇是有開始轉動的喔 那 前面是沒有的 那這樣可能開始 好吧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 現在就是同學們聽這樣的聲音 風扇是有開始在轉動的 那 就是 大概就是同學們測試的時候 可以試著就是 靠過去這個溫濕度感測器這邊啊 然後 用嘴巴去對它呼吸 因為 大家就是 呼吸的時候會帶有水氣 所以 這樣子下去做測試的話 就可以去感應到 就是這個 風扇開始轉動與否的 一個 條件 那 這邊就是我們的Dem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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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